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驾 我是孟琪 本土病例昨天一口气暴增了16例 真的是吓坏大家了 不过好在抽丝剥茧之后呢 今天疫调有了最新的进展 也就是新北市卢州还有宜兰罗东镇的群聚案感染源已经找到了 这两岸的病毒基因定序都跟华航诺富特饭店的一样 而且疫调继续追查之后还发现新北的这位本土社团的前会长 他跟万华茶艺馆的员工有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好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而传染的呢 稍后我们来锁定指挥中心两点记者会的说明 好 另外昨天新北市长侯友宜喊出说 如果疫情恶化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 新北该封城就封城 这句话一出呢 新北市昨天好多大卖场 泡面啦 零食被扫光光 好 今天陈时中部长是出面的 要大家不用担心 说现在的疫情呢 台湾是距离封城还非常远的 而且我们的防疫物资也绝对充足 好 更多疫情的消息我们稍后一起来讨论 好 我们要赶快来介绍的是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邀请到的是第一位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孟琪好 大家平安 好 再来介绍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刘兆豪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左手边我们欢迎到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周春敏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指挥中心咨询委员 同时也是台大小儿科医师的李炳颖 李医师 大家好 好 我们欢迎李医师 稍后还会有两位新北市的议员张志豪跟江一臻 也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好 我们赶快来关注得到的就是 本土病例连环报 不过疫调有了最新的进展 也就是新北市卢州还有宜兰的群聚案 这两个案件病毒基因定序 通通都跟诺富特饭店的一样 而另外卫福部今天一早也证实了 染疫的本土社团前会长 跟万华茶艺馆的病例 有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所以看起来源头都已经找到了 我们离三级警戒又更远了 一起来看完整的报道 比昨天早上在魂图不明的情况 那是稍微离得远一点 那一天我想近日 不过我发音不好 那请大家见谅 强调可能是因为戴口罩发音不标准 才会有人把近日听成今日 本土社区病例连环报 疫情警戒会不会拉高层级 指挥官沈时中说 距离第三级已经比前一天还远 到第三级在目前的可能性 稍微降了一点 虽然是看起来只有几个区域 但是可能是相同的来源 但这需要再进一步的调查 指挥中心初步查出 诺富特饭店群聚与宜兰游艺场 和新北狮子会前会长的社区群聚病例 病毒基因定序比对结果相同 另外台北万华的两名个案 也和狮子会前会长 有人与人的接触 目前研判可能是同一传播链 逐渐向外延伸 期盼能迅速防堵破口 昨天我们也跟万华分局 还有跟警政署也开过会 那副指挥官也亲自到万华分局去了解 怎么样让当地区的能够积极的来筛检 避免往外的扩散 那这个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安排中 先前扑朔迷离的感染源 如今有了眉目 对比前一天严肃已对 陈时中似乎松了口气 但对于外界再度喊出普筛议题 陈时中认为这样的做法 对方亦反倒会造成伤害 用可能性相对的去做相关的一个普筛 那对于我们整体的筛检的速度就变慢 越需要普筛的部分 那就是越需要扩大筛检的地方 那这两重的压力 我不认为在这个时候来做这个事情是适当 强调防堵就是要跟病毒传播比速度 没有明确目的的普筛 只会削弱防堵能力 尽管本土群聚事件疫调追查感染源 似乎有机可循 但面对疫情防守关键期 依旧不能掉以轻心 好我们看到昨天一口气 新增了16例的本土个案 真的让大家很担心 会不会疫情警戒升高到第三级 不过今天的最新进展 看起来呢 这一层忧虑可以先暂缓了 好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昨天指挥中心公布 好这一位呢 曾经到过新北市卢州的 本土社团前会长 他一个人呢 先是传给了他的妻子 又传给了9名朋友 所以呢这个群聚个案 已经来到了11例 好那另外呢 在宜兰县罗东游艺场的部分呢 原本呢最先是说5例群聚 那昨天又新增了红色的部分 又新增3例 所以这个群聚个案来到8人了 好不过今天刚才我们听到指挥官 陈时中他的说明哦 他说卢州跟宜兰的病毒基因定序 跟诺富特事件的这个病毒基因定序 是完全一样的 好所以这我们就要来请教李医师啦 所以现在看起来 他们的来源可能都是从诺富特那边传出来的哦 所以最大破口还是在华航这边吗 李医师 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因为昨天早上有媒体问我的时候 我就说以逻辑思考来讲 那个这个诺富特事件或机场事件 应该跟我们后续报出来的那几件事有关 因为机场事件在先 那其他事件在后 那有人就说 台湾可能有很多未知的感染源现在爆出来了 那怎么会刚好那么四个不同的来源的传染源 同时爆出来了 这在裸体上面可能性是有啦 但是可能性总是少嘛 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机场的那个事件 我们知道说有些确诊的人曾经在外面爬爬灶啊 那这个东西就是他在不知不知的情形之下 就传来传去的话 这个再加上我们现在交通运输发达 很快的在那个台湾各个地方出现病例 并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昨天就说 赶快去做基因定序啊 就是你要 你接下来要做什么那个防疫的策略 其实跟你基因定序很有关系 因为你如果是发现说 这四个是完全不 四个不一样的事件的时候 真的就是说 我们台湾可能有非常重大的一个社区感染的危机了 因为有四个地方都在点火了 那真的是要考虑就是所谓第三级 第三级就有点像焚尘策略 就是说你把所有的人都当作嫌疑犯 所有的人都不准出来 那希望能够用这种很激烈 伤害经济的做法去 那个阻断疫情 它是一个必不得已才要做的事情 可是你如果发现说 它是同一个来源 你就不必那么担心 因为我们要不要去做玉石俱焚的封城 或者是第三级的那个防疫政策的话 主要就是要看说它是不是到处开发 它是不是已经失控了社区感染 所谓的失控的话 它就是有不同的传染率一直在社区里面跑来跑去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追踪它的足迹的时候 就不得不去做第三级那种 非常伤害民生经济的一个做法 那还好就是说 那个新冠病毒这种RNA病毒 它是不停的突变 你在一个人身上 你今天给它採检 跟明天採检 它基因序列会变 变个一点变个两点 它就一点到晚不停的突变 所以因为这种特点 所以我们也可以追踪它的足迹 就是说你如果是同源的话 它基因就会很类似 你隔个六七天 或者是隔个从不同的地区出来的话 它看起来会完全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它RNA基因的序列 就说这应该是同源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事情 其实就是机场旅馆事件 这样子扩散出来的单一的一个传染链 好 知道这个疫情不是这样遍地开发 大家有稍微比较放心了 尤其原本大家还很担心的说 因为昨天台北市万华有两间茶艺馆 同时有人确诊 那我们看到今天陈时中部长也说 因为最新的发现 是说跟这位 这个有到过芦州的本土社团前会长 他跟其中某一位这个茶艺馆的员工 有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好 这个连结是怎么样 当然我们也不是非常的清楚 不过看起来有可能就是因为有过接触 所以才染疫的嘛 所以李医师那我可以说万华跟卢州还有罗东 其实呢很有可能他这个病毒基因定序也跟诺富特一样吗 对因为他有连结 这连结是蛮暧昧的字 不太了解 不过这 你等一下先按那连结 那指挥官说有连结他就有连结 有连结的话那当然就是 我们可以预测 他基因定序就是一样的嘛 自己基隆的话就是当然你还要去澄清 他的那个基因序是不是也是一样 我们预测应该是差不多是一样的啦 要不然的话 他如果不一样的话就变成我们有两个传染链了 那通常你三四个传染链同时再进行 那你就肯指暴不住火的话 就变成需要更严格的防疫的那个政策 类似不可以随便到公共场所这样的政策 那不过就是至少我们看到这 宜兰 新别 卢州跟台北万法 这三个是同一个病毒 是 好这是目前大致上可以确定 那基隆这边就有待指挥中心稍后来说明 不过我要请教这个玉惠姐的是 虽然刚才经过医师的讲解 我们真的有比较放心 因为看起来就是从华航 或是从诺富特饭店这边传出来的 可是问题是 好 就算万华跟卢州 他们的这个基因定序是一样的 可是问题是万华这个查议室 可能这个疫调真的比较困难 警方还到查议室里面去追监视器的画面 对 因为刚才李P提到的说 连结两个字会给很多人很多不同的想象 因为连结两个字听起来是比较暧昧 但我也要提醒 因为在做疫调的时候其实跪在诚实 如果说我们有太多太多 我们因为在做疫调的时候 好像给他一些道德上面的一个判断的话 他如果不愿意讲出来 这个疫调是没有办法做清楚 做完整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 尽管大家都很心交 尽管大家也很好奇 到底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连结 但是我们还是鼓励 所有如果当天你的足迹曾经出现在这边 这个就算是有家庭会发生任何的纠纷 也要拜托你们为了台湾苍生为念 那也是要讲出来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要拜托大家的 好 玉慧姐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 这个疫调真的希望大家可以诚实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指挥中心呢正在召开记者会 我们一起来看现场 副指挥官 还有我们的社区防治组的庄向庄组长 以及医疗应变组的罗亦军副组长 以及我 我们也都在记者会场上来回应各位 那首先呢 我们还是以巡礼 先请我们的指挥官来跟大家 我们还是先请我们的指挥官 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目前工作的一个情形 有报告 有25例的案例 12例是境外 43例是本土 那有关于12例境外 从菲律宾 印度 乌干达 那菲律宾 这案12331236 菲律宾籍20多岁的男性移工 那有三次阴性检验报告 那检疫期满后自费採检为阳性确诊 那时间没有症状 那实力值都比较高 在34 30.9 30.5 30.5 30.8 那框列机有室友两名居家隔离 与两位 宿舍管理员自我健康监测 那1238是另外 从菲律宾籍30余岁的男性 这女性 30余岁的女性 那有登基前三次的阴性报告 那入境没有症状 那5月11号 5月11号检疫期满 裁检阳性 那CT值31.8 他没有症状 那在集中检疫所 那救护车的接送 所以没有匡列接触者 那案1239到1244 1239到 1239到1244一共是6案 我们这手板写错了 大家都知道这总共 大概 整个的印度的专案 5月8号是4人 5月4号29人 5月11号21人 5月12号10人 那总共是104人 104人 那大概还有在检验中是10人 那阴性82名 那阳性12名 那除了当然就是原来的 在原来的一个报告里面 前面已经有6案 那今天再增加6案 就是1139到1114 到1114 那这里面有5名的 是印度籍 那5名是本国籍 1名是印度籍 那其中 那有案1239 案1241 乘于印度确诊 那登基前有取得两次的阴性报告 那因为他们全部都在集中检疫所 定 裁 裁 裁 那阳性也当然送到医院去 那另外的就留在集中检疫所 那1237是乌干达返回台的一个本国籍 是十多岁的男性 那108年11月到110年4月15日 在乌干达经商4月16日入境台湾 那有3日的印性报告 那与防御旅馆 在入境与防御旅馆14天内 他都没有症状 那5月9日陆续出现火龙痛发烧 那嗅觉异常 胸闷等症状 11日至凌晨自省由家人陪同前往急诊 裁剪 当时裁剪是阴性 并诊断是肺炎 那12日 复验 那检出阳性 CT值33 那此案在5月8号的时候 用餐接触者共17人匡列 但没有症状 那列为居家隔离 并裁剪中 这是国外的一个 就是境外这一路的个案 那新增13例的本土的案例 那9例与案1203相关 那3例与万华茶医馆群聚相关 那1例 本土感染源带厘清 基本上这个也是跟万华的区域里面 是在里面 就是在里面进出的 的关系 那整体在 这样子 我讲得太小声了 来 精神这样子可以吧 那上一根 那我静一点 那就 我看 这里面 等一下 我们先讲这个 这个是新闻稿没有的 这个 宜兰的游艺场的群聚 跟1102相关 因采76名 已经采60名 那阳性的个案 都在原来都已经报告过 到昨天的1232 那扩大在采相关的第二层 那目前并没有 新的 这阳性的个案 那阴性是7名检验中6名 那16名带采 那 新闻稿还没来 那是不是那个罗夫要跟他 报告那个基因定序的情况 好 那我们 针对前面那个华航诺夫特群聚的 相关定序 没有再新增定序的个案 我们目前是 把这个定序的量能主要来做这个 新增本土相关的一些个案 就如同部长早上跟大家所做的报告 那我们是有针对这个两个不同地区的 首例的个案 包括卢州的这个 首例 1203案 以及就是说罗东游艺场的这个相关的 首例1202案 那这两案是在 这个定序结果已经出来 是跟华航诺夫特事件 最主要的这个病毒株 也就是造成 诺布特里面员工都相同的这个病毒株 华航也有几位基师是干同样的英国变异株 那他们跟这个 罗东的这个1202案 以及这个卢州的1203案 彼此之间的序列都是相同的 那所以这个序列相同是可以 显示说很可能是有同样的一个 传染链 那只是说就这个 因果关系的部分 比如说是谁传给谁等等这些其实还有在 在进一步的这些 厘清 不过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说 目前在这个宜兰以及卢州 相关的这两起的这个 事件 都是跟这个华航诺布特的这个主要的英国 编译株是相同的 谢谢 好 那另外那个卢州的疫调 卢州 那等一下再讲好了 那刚才在游艺场里面 他的一个群聚 他有一个活动室 那昨天我们也有公布 相关的活动室 那只有在这个 红字的部分 是更新的 是更新的 他多了一个在全联在宜兰的蓝丰门市 蓝丰没有错 蓝丰门市在宜兰市蓝丰路一段50号 52号一楼 这个是我们这个比昨天来讲是一个新增的 主机 我们的主要就是便利店 好 那新闻稿来 再来的没有 好 那再 讲一个比较没有那么 复杂的 大家也看到说其实在这里面的案例 大概这一区里面在跟万华有相关的 其实是 像也有不少个案例 事实上可以想到那个地方的一个环境 事实上是相对的复杂 那引发的一个 交叉感染的可能性是增高 那我们当然有几个方式 今天早上大概也看到台北市 对当地的 的饮酒 饮酒相关的店家 参与这些相关 饮酒的相关的店家 也都好像我看新闻是写说 他要停业三天 那昨天我们那个副主官 也特别的到万华分局 然后跟台北市政府我们议调 大家还有分局一起讨论 是不是 副主官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因为确实万华 那个地区的这个 营业的形态也相对较为复杂 那我们昨天在现场看 在分局 那我们看了这个现场的图 跟几家店家的位置 那我们 跟防疫师讨论完之后 那我们决定匡列的一个范围 那基本上是以这个 山水街为主 然后往 往北 往南 往东 往西之后 去做匡列出来 所以我们 把这个店家的这个相关的部分 就以康定路 和平溪路 山段 吴洲街 桂林路 这个区块里面去匡列 那因为我们也希望 可以厘清一些疫情的相关关系 所以我们将这个时间往前回溯到4月15号 去 这个了解在这段时间 有在这个区域里面 出入的这个居民 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我们也提醒 这个相关的民众去做 比较审慎的这个提醒 那有相关的民众我们也可以 透过这些来做处理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我们 昨天已经请 分局这边全力的协助 那也跟这个地区的业者 那他有 他们有一个这个 业者所组成的这个 协会 那我们透过协会的关系 那把这个从业人员也好 或是在这段时间 的这个 客人 我们现在把已经整理出了名册 我们也整理出了名册 那会交给房医师继续做后续的疫调 跟处理 这这些 我们昨天 连夜 都已经把这个处理完成 这个 因为扩级的店家还蛮多 所以我们就把昨天连夜都把这些资讯 收集完整 那交给这个房医师来做后续的处理 大概 昨天再万华处理的状况 那发送简报 简讯 那我们决定 因为做完之后 我们也为了要方便提醒 这个在这段时间出入这个地区 刚刚我描述的这个区块里面 的民众 所以我们决定在今天两点 我刚刚所提的 从4月15号到昨天 那有在这个地区出入的民众 我们都发简讯来提醒 那提醒民众如果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等等的情况 那我们有列举了几个这个症状 让民众知道 那我们提醒他要就进到社区的 这个裁检院所 然后去做评估做裁检 这样的我们 加速我们在对这个区域的这个管控 那希望 提醒民众 那你如果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在过去 这段时间 有身体不适的状况也一定要跟我们来联系 那我们会安排他去做裁检 那我们也会在当地 台北市政府也已经有设立了一个 裁检站 那只要民众愿意 自己主动到那个裁检站去 那也同时可以兼顾隐私 兼顾这个防疫的部分 所以已经在当地台北市政府也设立了一个 裁检站来供当地的民众去做裁检 好 这个因为大概 这边的足迹相对的复杂 那人员出入也相对的复杂 所以一方面我们由内而外 相关的接触者 相关可能高风险的工作人员 我们会去匡列 当然另外一位相对的复杂 所以我们也发细胞的警讯 警示的疫情警示简讯 在一定的范围内 也不是说在那一范围内就一定会染疫 可是事实上那个地方相对的是风险 比较高 这是一个由外而内 所以在这边出入或者出入一些自己有觉得 有些怀疑 或者有一些相关的症状 那请都可以在那边的裁检站来裁检 或者打1922来询问你的地区里面 究竟 比较 近的地方 那我们会要求裁检站 有得到这样相关讯息的去裁检 那就一定要裁 那如果还不清楚 还有一个裁决医院所也到疾病管制署的 一个网站 可以来查询 接到这个并不是代表说你已经怎么样 是说你曾经到过什么地方 那请自己要小心 要评估自己的风险 那有症状不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那直接要去就医 裁检 那新闻稿都给大家了 其实今天的事情相对的多 所以整理起来也相对的复杂一点 那讲几个 你现在要发呢 六十几万 因为这个匡列我们把它回溯的时间比较长 刚刚我特别提到我们把它回溯到4月15号 就是希望也能厘清一些相关的关系 也提醒这个民众要自己注意 所以我们大概发送的量大概六十万左右 那我们在两点的时候已经发送出去 对不对今天 已经发了 现在已经发了 在台北市的群聚又再新增9案了 所以加上原本已经有了11例 现在呢有关于这个新北市芦州的群聚个案 已经高达20例了 好那另外还有三例是属于跟这个万华查议室有关的群聚案 这是三例 那最后还有一例呢目前感染源指挥中心还在追踪 那刚才其实有听到指挥官有特别讲到在台北市万华查议馆 因为这边呢可能出入的人员会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再加上也担心说有人可能疫调的没有办法很诚实 所以在刚才两点钟左右指挥官呢 指挥中心已经发了大概六十万封的细胞简讯 来提醒说大概从4月15号开始 到最近有出入过这个万华查议馆这附近的人员 要提醒民众收到简讯 不用担心说是自己的身体健康出问题 而是提醒您呢好好的自我检测一下健康的状况 好有关于疫情的分析我们稍微收息一下 稍微回来我们继续来讨论 总统参议馆掌教台南正统路人门圣母庙 三年一颗的土城乡绕境活动超盛大 内政部长徐国勇台南市长黄伟哲一左一右陪着总统出席 还有不少香客挤满庙前的广场 传出基隆确诊的妇人同一天南下静香也来过这里 张飞跟岳飞生长是在不同年代 总统是早上九点到 那个人是下午两点左右到 没有这个疑虑 更何况坦白讲在土城圣母庙 那么大的开放场域里面 没有接近的话是不需要 再做这样的一个不当的传测 千军一法刚好闪过 要不然的话这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一个风波 甚至搞不好要必须要进行隔离 真的是天佑台湾 还好总统早上来妇人下午才到 不过另一名万华确诊妇人 五月八号也到南部静香 和不少明代同台 嘉义布袋嘉义庙 每年盛世冲水路银客王 来自全台的信众站满大牌两旁 祭典上民进党立委参议于嘉义县长汪张良 国民党立委汪崇军一字排开 尽管只是上香拜拜停留时间不长 但还是引发关注 当天我们大概就在司令台上 还有下来做一些拜拜 所以我们跟所谓的参加的这些观众 那基本上是有一定的距离 那再来是我们全程都戴口罩 而且本身我个人又打疫苗 有打疫苗的汪张良说不用怕 不过听到跟确诊者同台 明代们还是心惊惊 汪崇军展开自主健康管理 在研究室里等质询 吓一跳啊 因为很多人 我们那个地方的庙会 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去啊 我们就尽量不要跟公众再做接触 时间快到的时候我再去 我们现在也有点不够劈劈 目前是没什么异样 不过会保护人家可以去筛检 我现在也鼓励大家 要赶快打疫苗啦 不过我现在的状况 也不知道说这个时候打疫苗 是对还是不对 蔡逸宇只说皮皮剉 疫情发烧 让每天频繁跟民众接触的 政治人物们也成了高危险族群 台湾确实有很多的 这个宗教信仰的盛会 不过我们来看到的是 昨天大家很担心的这位基隆士 好像是50岁左右的妇人 那她因为目前感染源还没有查到 可是知道的是 她有参与进商团到南部 其实后来发现不只到南部啦 其实中部呢 紫南宫她也有去 所以今天紫南宫也是紧急大消毒了 好那她这个足迹真的遍布了 中南部的大型庙宇 那目前这位妇人呢 好像是目前症状蛮重的 好那另外刚才有讲到 在万华的这个个案呢 好像也有到中部到嘉义去参加进商的活动 就要来请教这个李医师了 因为虽然说现在这几个个案 看起来都在北台湾 可是其实中南部也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这个进商团 这个进商团会去的是 从台湾四面八方涌进来的人 所以大家都要提高警觉 对这个就是因为 我们的交通太方便了 不像古代 走好几天才从台南走到台北 那现在很快的话 如果有病毒 那经过我们这些大众运输工具 很快就会传到那个所有 所有的台湾都是一个防疫村 就没有说分南北 大家都要提高警觉 这个进商 其实以前也常常被讨论过 理论上来讲 在一个户外的空间 开放的空间 然后你有戴口罩的话 它会发生传染的可能性是蛮低的 那可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完全排除说 有的时候有一些 冷跟冷密切接触 而且进商团有的时候是隔夜 会过夜 过夜的话就是很多人 就是会睡在一起 是 那个都睡通铺 睡通铺 那种都是在晚上 就变成变成 即使是开放的空间 可能也会冷跟冷之间的距离 是蛮短的 所以这段期间 所有的人都提高期间 虽然我们说 好像只有万华一个地区 先是一个警戒的区域 但是在这段时间 如果你有类似的症状 就要赶快跟医师 如果讲说 然后说 有什么症状不寻常的地方 然后可能就是要考虑 要做筛检 就是不要再拘泥 你说什么一定要接触死 或者一定要肺炎才做筛检 而是说有一些比较蛛丝马鸡的时候就要做 比如说胃节嗅节异常 这个是其他感冒很少出现的 那个马上做 像我们的医院就是 现在住院所有呼吸道感染的病人 不管你有没有肺炎全部做 就是所有的医疗院所都必须提高警觉 那我们是希望说 没有扩散开 就是说这个进箱 在户外空间 那个时机是不是 那个病毒传染的一个好的时机 不过我不知道说 在其他的场合 在晚上的那个 睡通铺的场合 是不是也有传染的机会 这个是大家要提高警觉的 没有错 医生刚才讲到是说 虽然说绕境的活动可能在户外 相对来讲 病毒的传播比较没有那么容易 可是那问题是 进商团大家通常都是 搭一台游览车去的嘛 那在游览车里面 会不会唱歌 会不会开杠 会不会吃点小零食呢 还有晚上睡在乡客大楼 那种睡在大通铺 也是问题呀 请教委员 我想相较于昨天 大家的那个 对疫情的这个紧张 今天确实是比较安心 但是呢 确实我们的防疫也出现破口 因为有这个诺富特华航这个案子 然后再加上 大家的警觉性都比较低 那刚好也是 危机就是转机啦 那当然补破网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 大家现在都 大家应该都知道 要勤洗手 戴口罩 保持安全距离 那刚刚李医师也一直提醒大家说 我们自己如果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就要赶快去检查 那这个诊所的医师 他也要这个高度的警觉性 因为现在比较可惜的就是说 这个基隆市的这个案例 这个统一诊所看诊五次 但是却没有赶快通报 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遗憾的 那当然是要赶快有疫苗 但就是说现在相较于昨天 今天大家是比较安心 因为大概也可以确认说 这个卢州的本土社团的这个前会长 还有罗东游异厂的这几个案例 都是跟华航诺富特这个基因的定序有关 然后再从这个卢州的这个前会长 再来跟这个万华的 这比较复杂的 可能这个还要再透过调查 这个比较复杂 但是我们至少确定就是输出同源 那所以不是不明的这个来源 虽然说有社区感染 但是是同一个来源 大概都可以确认是从华航跟诺富特这边来 所以大家也比较安心 那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补破网就是万华这边 还有刚刚这个靖香团 靖香团大家这样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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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没有那个就是比较开心嘛 然后户外的话比较没有这个接触的 这个传染的几率可能比较低 但是你长达从台北到台南长达 大家坐油腩车 那我想在那个时间点 大家可能大家应该都不会贯彻到说 要戴好口罩 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现在要去忧心的 所以这个60 我看中午这个60万的细胞简讯可能还不包括这一些 所以可能还要在等基隆市这个案例出来之后 他的疫情调查出来之后会再更严格的来掌控 那我想就是说政府指挥中心这边该做的疫情调查 相关的检验他也是在做 然后我们民众我们好不容易撑起来一年多的这个疫情 大家要相信还是有效的 因为毕竟没有所谓的隐性的这个 这个这个来源 隐性的感染者应该都查出来是同一个明确的来源 所以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 就是我们长期一年多来 我们坚守了这个防疫的原则 大家不要再松懈 那照着这个SOP走 因为虽然没有办法赶快把这个破网补起来 把它把它缝合起来至少破网慢慢的说慢慢的说 然后让这个风险让这个危险不要再扩散 我想人人有责 好没有诉说到补破网 其实刚才听到指挥中心立刻已经发了60万封的简讯 提醒说有这个经过万华茶艺馆附近的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 好也要来请教赵豪委员的是 因为今天台北市大概在中午的时候有宣布 万华区172间的茶艺馆 从今天开始要停业三天 那其实会这么做 其实也是因为大家担心说 因为茶艺馆可能出入的关系稍微复杂 那疫调没有办法诚实的话 那接下来可能就很难再去匡列更多的接触者了 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 因为我们从去年2 3月开始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防疫成绩都一直非常的良好 那现在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让我们觉得会比较紧张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讲虽然我们现在的疫情 跟去年还有跟前几个月比起来是一定要觉得非常紧张 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能慌张啦 因为在总体上来讲我们现在是还是在 我们还在努力在可以把它说成是可以控制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所以现在我们提出了包括许多的一个措施 我相信是需要大家一起来配合 包括我想大家都已经几乎都可以会背的 比如戴口罩前洗手也包括室内100人以上 室外500人以上等等 那这样的聚会让大家都尽量的减少 其实我不要说一些 当然有些人对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自己本身的可能公开行程的关系 大家也尽量去减少以外 其实我已经最近我已经陆陆续接到 无论是公部门或者是私人要办 他原本要结婚要宴客的 已经有很多人都延起了 那延起的时候你会发现 那新人很多他在脸书或在LINE里面 他自己通知这个讯息的时候 虽然难免会有点小小的 会觉得有点遗憾 但是他们还是认为说防疫是最重要的 他们也不想说来参加宴客的这样的宾客 大家客人大家觉得吃起饭来吃得有点紧张 或者万一的话 因为你看狮子会那个群聚现在已经20例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警觉的意识 另外所以包括政府现在宣布 这个万华地区的相关的茶艺馆要都停业三天 因为这个真的是出入的人口 比如在茶艺馆他也许他进去的消费的客人 他不是只有固定这一间而已 或者是他里面在服务的人员 他可能在这一这个茶艺馆也可能到处去流动 所以我觉得适度的这个时刻先停业三天 我相信大家也是必须要去支持的 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 但是也千万不要慌张 因为从医学上来看 包括李医师刚有所讲的 现在我们所发现的从诺夫特跟茶艺馆 或者是宜兰这些相关的这样的 他们基因的定序来讲是源头是相同的 所以在相对昨天我们还紧张的状况下 那至少源头是相同的时候 我们可以比较松一口气 但是绝对不能放松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 没有错千万不能松懈 因为从这个前三天到今天为止 本土病例加起来已经来到36例了 那我们看到的是台湾目前是在二级警戒当中 防疫中心呢也强化了许多的管制措施 除了要扩大匡列的接触者之外 专责医院也是全数启动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再继续来请教李医师 工作人员整套防护装备全身包紧紧 进到新旺医院户外筛检站内消毒 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进到负压采样室也一样 上一位民众一采检完 人员立刻禁住清洁 本土疫情连环报 几天来新旺医院户外筛检站内的人数 瞬间暴增 加强采检之前 事实上每天验的个案 大概只有一到两位 昨天我们的采检的量 那我今天看的数字 大概有超过五十位的通报采检的数量 那这也显示说 当这个本土疫情在起的时候 我想各级的主治医师 还有急诊的同仁 应该就是说是提高了 更大的一个警觉性 指挥中心盘点全台 共一百六十四个采检站 也你再扩增新典 方便民众筛检 有人提出这时应该全民普筛 就病毒 专家怎么看 没有目的的普筛 就是你到路上 每个人都把它来筛 那当然是不必要的 而且把你的能量耗光 所以我们讲的普筛 一向都是有目的的普筛 就是某一些特殊的族群要普筛 航空公司的人员 或者到了门诊 已经有呼吸到症状的人 或者到了门诊 家里已经有群聚的人 那这些就是全民把它塞 目前双北宜兰等地 都出现社区确诊个案 疫情警戒也从一级升到二级 目前各县市展开防疫部署 看看警戒分级定义 若进入三级 需要符合单周出现 三件以上的社区群聚事件 或是一天确诊数达到十名以上 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才符合 也有医师提出 去年台北市以86期确诊个案 作为预测基础 到时如果出现大量确诊病坏 恐怕连轻症也没有办法住院治疗 外界质疑台湾的医疗量能足够吗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 我们已经超过二级了 台北市已经是 全台湾医疗量最好的地方了 应该是可以应付 因为你可以设一个专责医院 就像以前的那个SARS一样 其实比较轻症的 你可以类似一个 甚至到营区 或是到一些学校的宿舍 黄立民认为 社区传播早已达到二三波 疫情升级危机迫在眉睫 这些感染源头不是重点 未来四周是防堵关键 从中央到全民 要防堵疫情持续扩散 好 疫情烧进社区 目前在台湾是属于二级警戒的 尤其我们看到呢 刚才指挥中心有讲 有关于案1203 也就是这个本土社团 狮子会的前会长 他的群聚个案 累积到今天 已经来到了20例了 好 指挥中心调查 这20例的这个群聚的足迹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分别到过了哪些地方 好 首先呢 有到这个新庄区的金华亭的餐厅 好 那也有人到这个台北市万华区的某一间的茶艺馆 好 是哪一间还需要再来厘清 好 另外也有到这个来来按摩店 卢州长安店 接着是三重区中正北路上的家庭理法店 好 还有就是三重区急行路的大风车 魂宴会馆 接着5月7号也有人一早6点6点半到福寿街的菜市场 好 中午呢到这个晚间8点半这个时间可能还要再厘清 在新庄区复兴路的养老爹来吃肉丸 好 那还有呢4点到6点有在大安区远东搜狗台北复兴馆 好 这个足迹真的非常多 说 李医师怎么看 我觉得普塞就是他的定义不明 你到底是要塞谁 那最广泛的定义就是说 前台湾的人全部塞一次 这个东西有点 这个叫做天真幼稚 浪漫 但是不确实 就是你好像说从很简单的那个logic推理 所有的人都塞一次 所有的潜伏隐藏的病患都会被你塞出来 我们的社区就完全了 天真浪漫的想法 可是事实上呢 你那普塞不是一天就可以完全了 你可能要好几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才能够完成2300万年的筛检 这个筛检呢 有可能说不定真的社区有病毒 它在前五期 你不一定塞得出来 或者是说你塞出来以后它再得到感染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病人在一天24小时之内都抓出来 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算数问题 这个是一个逻辑 推理 实务上会有很多困难的地方 而且最大最大的问题是 它要耗费非常大的成本 它会压缩到我们的检验 真的检验不能检验 你去塞那些没有症状的人的检验 突然是浪费钱 像香港以前的普塞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发了几亿元 大概是大陆有去给他们资助 然后去做了全民普塞 可是最后愿意接受筛检的人民就是百分之二三十 做了以后没有什么功效 你看香港现在还是有疫情 最重要的是你的检疫措施有没有效 而不是说你有没有普塞 如果说某个地区爆发莫名其妙的感染 比如说有一个区 然后它有什么一二十万人 里面有四个地方四个人都有感染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连结 人跟人之间的连结不清楚 那这地区的人是不是全部塞一下 可是这个也是要尊重别人的意愿 像美国他们的筛检 然后其他的筛检就是说 他就设筛检站 你如果医院去筛都可以 或者你有轻微症状都可以去筛 可是并不是说要求你要所有的人 都一定要筛一次才可以 所以我们的筛检应该是要保存我们的医疗的一个 看我们的能力 看我们的成本 看是不是符合成本效益 针对有高风险的地区 有需要的时候去做一个特殊地区 或者特殊对象的一个检验 而不是谱 那个谱字是不太好 谱字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的时候乱枪打鸟 那叫谱 所以不管有没有问题都是塞 可是我们精准防疫 要针对有高风险的人去做 那个据成本效益的那个检验 这个才是我们防疫会有 会比较有效的地方 没有错 精准防疫才是最关键的 不过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群聚案 已经累积来到20例的 就是这个前狮子会长的部分 到底他足迹这么广 接下来怎么围堵病毒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再来请教玉惠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